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前段时间我从网上买了一些多肉 这期视频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购买的这些多肉 网上购买多肉的注意事项 以及收到多肉后我做了哪些 从而让多肉能够顺利的长根浮盆 我是在4月初在网上购买的多肉 春季气温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 这时候比较适合植物的运输 这些多肉寄过来的时候 都有纸巾包得严严实实 纸巾一方面可以保护多肉 防止运输中碰撞被损坏 另一方面纸巾还可以吸收水蒸气 防止多余的水分导致多肉腐烂 我在打开多肉的过程中 就发现有些纸巾比较潮湿 说明纸巾吸收了多余的水分 保证多肉干燥 以免导致多肉腐烂 大部分多肉寄过来状态都很好 只有极个别的多肉掉了很多叶子 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因为这些多肉叶片肥厚 在运输的过程中稍微受到碰撞 就会掉叶子 因此我们在购买这一类的多肉时 应该做好心理准备 一般叶片狭长 扁圆长得像莲花 叶片包裹的比较紧 这一类的多肉在游寄的过程中很少掉叶子 我们还可以跟卖家沟通 让卖家在游寄前给多肉进行脱水处理 这样多肉缺水 叶片发软 就会降低叶片掉落的风险 我个人觉得叶片掉落不是大问题 那些掉落的叶片可以用来繁殖多肉 同时只要多肉的枝干还在 我觉得它应该能复苏 等它适应新环境 长根了 就会长出新的叶片 根据这次网购多肉的经验 我总结了一下几点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后我们在网上购买多肉的时候 可以事先考虑 避免重大损失 首先 多肉游寄之前最好脱土脱水 如果游寄一两天就能收到 就没有必要脱土 可以带花盆游寄 但是呢运费会比较高 如果游寄的时间较长 那么一定要脱土脱水 将多肉裸根游寄 脱土裸根游寄比较方便 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多肉 免受损坏 而且运费也会很便宜 脱水的目的主要是 为了保持干燥的环境 防止多肉腐烂 如果水分较多 运输时 多肉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 不透气 这种高湿度的环境 会造成多肉腐烂 尤其当气温升高时 比如夏天 高温高湿 封闭的运输环境 很容易造成多肉腐烂 因此在购买多肉之前 先跟卖家沟通好 让他们处理好多肉之后 再游寄 处理多肉的时候 有些卖家会将所有的根系剪掉 有些卖家呢 只是将泥土去掉 这两种都行 根系剪掉之后 多肉会长新的根系 没有剪除根系的多肉 我们收到后 可以修剪掉细小 枯萎或者腐烂的根系 然后重新栽培 收到多肉后 检查没有问题 下面我们就可以开始栽培了 首先我们要处理一下多肉 我们可以用手或者镊子 将一些枯萎的叶片去掉 操作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戳坏其他好的叶片 处理叶片的目的呢 主要是为了增加通风 同时枯萎的叶片去掉之后呢 整个多肉会变得更加美观 等我们家多肉处理干净之后 下面我们可以修剪根系 剪掉细小枯萎腐烂的根 修剪根系有利于新根的生长 处理好多肉之后 我就开始装盆了 多肉生长的戒指 可以用这种颗粒混合泥炭土 我在网上购买的这些颗粒 里面包括黑色火山石 红色火山石 卖饭石和绿沸石 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其他的颗粒 比如珍珠盐 吃玉土等等 这里说明一下 根据别人几十年种植多肉的经验 不推荐使用桃粒 桃粒吸水反而会导致多肉的根系腐烂 泥炭土 我是在网上购买的这种 一般的garden center都有的卖 泥炭土吸水可以维持土壤湿润 我们将颗粒和泥炭土按照7比3的比例混合 70%的颗粒加上30%的泥炭土 颗粒的比例可以从70%到40% 如果您居住的地区比较湿润 您平时浇水较多 推荐使用高比例的颗粒 比如70%的颗粒 30%的泥炭土 如果您所在的地区比较干燥 您平时很少浇水 那么推荐使用低比例的颗粒 比如40%的颗粒 加上60%的泥炭土 同时我们还应该根据多肉的品种来选择配土 需要充足水分的多肉 使用低比例的颗粒 一般情况下 大部分多肉都可以使用70%的颗粒 加上30%的泥炭土 还有一种情况 当我们要给多肉控水 从而使得它的叶片长得圆嘟嘟的 这时候高比例的颗粒会比较好一些 多肉植物的生长温度因品种而异 除了那些能耐寒的多肉 一般多肉生长的最佳温度是10度到30摄氏度 夏季温度超过35摄氏度时 多肉可能会进入休眠状态 这时候需要遮阴、通风、减少浇水的频率 冬季对于大多数多肉来说 生长温度应在0度以上 低于5摄氏度时可能会停止生长 低于5摄氏度时可能会停止生长 在凝度或以下时 多肉植物可能会遭受冻害或冻死 当然也有一些耐寒或者耐热的品种 我们如果不了解品种的特性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温度控制在0到35摄氏度之间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多肉的颜色这么鲜艳这么好看 其中一个决定因素就是昼夜温差 10到15度的早晚温差最有利于处状态 我们可以将多肉放在室外 或者人为的控制温差 来达到最理想的效果 我刚收到的这些多肉 有些根已经全部剪掉了 这时候装盆最重要的就是给它们最理想的状态 先让它们长根浮盆 因此呢温度应该适中 在10到30度之间不要太冷 也不要太热 多肉为喜光植物 我们应给予足够的光照 但不能强光曝晒 从春季到秋季漏阳没有太大问题 夏天呢应该注意遮阳 尤其要避免中午火辣的太阳 阳光过于强烈 可能会对多肉造成伤害 可以将多肉放置在能够接受早晨 或傍晚阳光的地方 这样能更好的满足它们对光照的需求 我刚收到的这些多肉呢 还需要缓一缓 我先将它们放在有散射光的地方 种植一段时间 等它们掌心根浮盆了之后 再放到有阳光直射的地方 切记叶片繁殖或者刚换盆的多肉 应避免阳光曝晒 光照也是多肉养出好状态的重要因素之一 多肉种植一段时间 浮盆了之后就可以给予充足的光照 关于浇水真的是众说纷纭 有些人两三天浇一次水 有些人一周浇一次 还有些人呢可能一个月浇一次 我个人觉得不要照搬别人的浇水频率 来护理自己的多肉 别人的建议和经验可以借鉴 但没必要原分不动的执行 因为浇水的频率受很多因素影响 包括多肉的栽培阶值 当时的环境 多肉的品种 多肉的生长状态 以及使用的花盆 比如使用颗粒比例高的阶值 需要频繁浇水 当地的环境 通风好 气候干燥 湿度高 温度高 水分蒸发的快 这时候浇水的频率也高 刚换盆的多肉 不能略带 需要精心照顾 让它长新根 尽快浮盆 这时候浇水得跟上 根系发达的多肉 为了出状态 为了让多肉的叶片长得肥美 这时候我们可以控水 也就是略带多肉 少浇水 因为浇水的频率低 多肉处于一种危机状态 当我们偶尔浇一次水 它会吸足水分 将多余的水分 储存在叶片内 这就是为什么多肉的叶片 云露多得非常可爱 当然刚换盆的多肉 不要虐待它 这时候浇水得跟上 目的是为了让它长新根 给多肉使用的花盆 塑料花盆保湿效果好 因此相比那些 透气性好的桃盆 或者紫砂盆 浇水频率会低一些 生长季节 浇水频率比休眠期的 浇水频率高 因此我个人觉得 浇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没有固定的浇水频率 生长季节 盆土干透了就可以浇水 休眠期可以让盆土 干一段时间再浇水 当然植物的韧性和适应性 还是很强的 如果偶尔忘了浇水 或者水浇多了 它也没事 我个人觉得 多肉还是偏干一些 比较保险 不能浇太多水 我觉得养护植物 把握一个度就行 不要太极端 多肉施肥的时间和频率 取决于其生长周期 生长状态和种类 对于大多数多肉 在春夏生长期 这个时期 植物对营养的需求高 并且相对于其他季节 生长快 肥料能够顺速被吸收 可以每月试一次肥 冬季植物生长缓慢 那么低温的时候 它们可能会进入休眠期 这时候呢 它营养的吸收能力减弱 可暂停施肥 在施肥时 应该选择 稀释后的肥料 浓度不能过高 过度施肥 可能会烧死植物 或者导致多肉 吸收养分过多 导致多肉涂长 影响其生长状态 肥料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 多肉专用的速溶肥 缓施肥 有机肥等 像我这些刚收到的 刚种植的多肉 就不要施肥了 等根系长好之后 再施肥 种了一段时间的多肉 可以观察多肉的生长状态 叶片稀少的 生长期要施肥 长势特别旺盛 都要挤抱花盆的 可以不用施肥 我之前也一直有种多肉 但是从来没有上心 想起来浇浇水 夏天扔在外面 晒伤了也不管 冬天感染粉结虫 也不在意 我之前的原则呢 就是只要我的多肉不死 我都能接受 但是现在发现 有很多好看的多肉 状态好的多肉 真的非常漂亮 非常可爱 因此我购买了很多 下定决心 以后多花些精力和时间 在多肉上 我搜寻了一些信息 咨询了一些 有经验的人士 准备了这期的视频 希望这期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那些有经验的花友 有什么建议和经验 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分享 方便我们学习交流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